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电脑密码是多少 密码吗 肯定是跟重要的人相关的 尴尬了 居然不是我的事 你好啊 贺小姐 锦小姐 我们这次聊的是副室的事 你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副总如果不需要我 他会请我离开的 对吧 副总 对啊 之下是自己人 好 那我就不废话了 你们副室盗用了我的设计稿 这事 打算怎么办呀 副室和贺莱珠宝 不是战略合作吗 我是一个独立设计师 这次新品发布会的家居主推款 所有权还在我手上 你们想用我的设计 麻烦支付版权费 要不然 就是剽窃 好 那你说 需要支付多少费用 也不多 也就是五亿 多少 你怎么不去抢 我知道 艺术家的作品值得被尊重 但是你这五亿 是不是也太夸张了 不交也行 那你给我道歉啊 好 那要是我哪里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愿意跟你道歉 你这道歉也太没诚意了吧 那你要我怎么道歉 企业联姻那天 你当众跑了 那我们就找一个差不多的场合 你当众瞎归道歉 要不 就发布会那天吧 你说完了吗 那你可以走了 不送 快点 快点 我想好了 我赔钱 但是你说五亿 你也要给时间我准备 好 明天这个时间签约 好 那明天见 就一天时间 我们来得及准备这么多钱吗 肯定来不及 那你还要我答应她赔钱 我们需要时间想办法 如果是负责一 应该也会这么做吧 她应该留下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她电脑密码是多少 密码吗 肯定是跟重要的人相关的 尴尬了 居然不是我的生日 那你说 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人是谁啊 我再试一试 你去看有什么重要的文件还是合同 好 我不信 我要再试一次 不是生日 那一定就是我的名字 嘿嘿 居然也不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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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